让你轻松拥有 Toyota一路精彩 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拜登碰击麦卡锡威胁债务违约 牺牲中产阶级 加拿大三月份通胀率降至4.3% 近两年来最低 各位 欢迎收看今天4月19号的 凤凰每周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总统拜登19号就经济政策发表讲话 并抨击共和党人提出的经济愿景 指责众议院议者麦卡锡 以债务违约来进行威胁 拜登就警告称 如果美国违约 美国人民将遭受重创 这不应该是选项之一 拜登19号在马里兰州 向工会成员发表讲话 他否决了共和党人提出的 削减政府开支和提高债务上限的计划 and i made clear to Speaker McCarthy about how we should proceed to settle our differences and no one should do anything to jeopardize the full faith and credi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stead of making threats of default if I don't go along with what they want which would be catastrophic for the country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当天公布了他的计划 将美国债务上限提高到明年 削减联邦政府支出高达1300亿美元 并取消拜登的一些优先事项 包括大学生债务减免等等 麦卡锡本周还向华尔街发表讲话 他强调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 需要以削减预算为前提 拜登与麦卡锡近年2月 曾就债务上限问题进行会晤 此后两人未曾见面 白宫曾谴责麦卡锡 打破了无条件批准提高债务上限的 两党政治规范 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如果不能及时提高债务上限 美国财政部早前采取的 避免违约的非常规措施 将会在今年7月到9月间耗尽 凤凤华华卫视王冰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加拿大统计局发布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 3月份通胀率进一步放缓至4.3% 自2021年8月以来最低 同时贷款利率成本却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大增幅 央行表示货币政策已出现成像 通胀在今年夏季有望回落至3% 由于贷款利率上升导致借贷成本增加 加拿大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 贷款利息成本在2月创下23.9%的年度增幅后 3月再度上涨 达到26.4% 而汽油价格则是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是自2020年7月以来最大年度跌幅 汽油价格下跌 也部分抵消了借贷成本上涨 对通胀的影响 3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升9.7% 低于2月份的10.6% 主要原因是新鲜蔬菜水果的价格有所回落 不包括能源和食品 加拿大三月核心通胀指数达到4.5% 而扣除贷款利息成本之后 消费者物价指数则是上升了3.6% 统计局表示 虽然通胀率近几个月是有所下跌 尤其是海洋省份跌幅最大 不过全国范围来说 物价的涨幅仍然是偏高 和18个月前相比 是平均增长了8.7% 加拿大央行行长回应 正密切监测高家庭债务 对经济的影响 目前经济整体需求 仍然超过供应 不排除未来再次加息与抑制通胀 凤凤华卫视 组客请武警苏一恒 温哥华报道 中国观众家喻户晓的中家文化传播大使大山 在温哥华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将会于4月29号 在温哥华举办金鼎之夜大山校友会 大山校友会以大山的单口喜剧为基础 携手多位加拿大本地的表演嘉宾 将脱口秀曲艺表演 音乐与诗词朗诵集于一体 大山表示 校友会是他在温哥华的首次专场演出 冠名赞助商金鼎房贷董事长张华 在发布会现场 与大山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正式聘请大山担任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大山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热爱者 中西文化的这种交流的推动者 还有一个就是语言艺术的表演的不断的创新者 我觉得这三位一体啊 大山校友会协办方 中国人民大学加拿大校友会会长李旭峰指出 大山校友会将为观众呈现一场 有文化底蕴的实听盛宴 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个机会来 挥起以前的回忆 第二呢 我们还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给我们的二代能够介绍 他这是一个最有名的外国人 而且我们经常说他是外国人 但他真的不是外人 凤凰卫视苏惠文一鸣江温哥华报道 由中国电视公司和正代文化研究基金会 彼岸文化共同制作的纪录片 美国博物馆里的中国故事 日前是举行了开播仪式 一百年前的这个艺术史的看法 就是Mediterranean world而已 该纪录片讲述了美国博物馆里 中国艺术藏品背后的故事 据了解制作团队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等 进行实地取材拍摄 历史一年多 采访了包括馆长策展人 在内的一系列中美专家学者 拍摄的这种过程 真的是历经了千辛万苦 当然博物馆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 从我们到联系 到最终可以达成博物馆 进到里面去拍摄 那么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这个也是第一支首家 专门去拍摄海外博物馆的 中国的制作团队 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跟精心策划 终于完成了第一季的四家博物馆的拍摄 开播已是在南加州城县著名的保尔博物馆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领事柴云 NBC市场营销总监尼克温 保尔博物馆董事长施刘秀之 对外事务副总裁凯利Bishop 美国中国文化发展中心主任舒兰等嘉宾到场出席活动并致辞 作为纪录片访问嘉宾之一的保尔博物馆董事长施刘秀之女士 投身博物馆事业已经27年 她在节目中特别强调了博物馆对大众的教育普及意义 文化能够代表我们自己的底蕴 让美国人看看这么精美的文化 5000年的文化就在这些美国人的眼前 也可以让我们之间的友谊更进一步 这是我的目的 第一期节目将于2023年5月1日在NBC播出 凤凰卫视 卢颖涛 唐子如 洛杉矶报导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先来看今天的综合快讯 纽约州当局称 周二下午曼哈顿下城区停车场坍塌 致一人死亡 五人受伤 死者身份不明 受伤四人被送往医院 情况稳定 另一人拒绝就医 据调查这是一起结构性的坍塌事故 该停车场有四层 位于下城金融区 距离市政厅和布鲁克林大桥只有几个街区 距离纽约证券交易所约有半英里 摊塌发生时 大楼内有六名工人 州长埃里克亚表示 起初消防队步行搜索区域 但由于建筑不稳定 随后改用机器构和无人机进行搜索 该建筑于1957年用作停车场 2010年提交了安装汽车升降机的工作计划 目前坍塌原因仍在调查中 周三 福州州长桑提斯任命的官员 开始尝试重塑迪士尼世界的管理机构 提议取消规划委员会 并禁止口罩和新冠疫苗要求 二月前 迪士尼该管理机构的 五名新董事会成员在会议议程上规定 任何人不得因未戴口罩或未接种疫苗 而被禁止进入办公室 该管理机构直到二月份都由迪士尼控制 此外 会议议程还包括一项决议 主张董事会对迪士尼乐园 27000英亩的区域拥有更高的权利 其中包括两个微型城市 该议程还指出 可能会对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改组 并列出了该理事机构的行政人员 和其他关键职位的工作描述 本周三 脸书母公司Meta开始新一轮裁员 作为三月宣布的部分裁员计划 此次重心将放在技术职位人员 相关背景人员已在领英宣布被裁员 据证实Meta发言人也承认开始裁员 随着去年广告收入的下滑和股价的直线下跌 脸书母公司在11月宣布了第一轮裁员 影响了大约1.1万名员工 在2022年暴跌之后 因为人们乐观地认为 大规模削减成本将提高盈利能力 Meta的股价今年已经反弹 据一名被解雇员工表示 周三的裁员也打击了面向产品的团队 5月该公司将开始削减面向业务的角色 例如财务 法律和人力资源 本周二福克斯新闻宣布同意向多米尼恩投票公司 支付7.875亿美元的和解诉讼案 原告多米尼恩投票公司起诉福克斯新闻 故意播出前总统关于2020年大选选民欺诈的虚假指控 以安抚其观众 并寻求16亿美元的法律赔偿 审判原本被延迟至本周二 福克斯在一份声明中承认 法院认定有关多米尼恩投票公司的某些指控是虚假的 但没有道歉 第一修正案专家表示 多米尼恩投票公司的诉讼案是最有利的案子之一 但对于该投票公司是否可以向陪审团证明 福克斯决策人员可以对网络行为负责 存在疑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中国两岸3D的最新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 欢迎家鹏总统邦哥来华进行国师访问 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 决定将中加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 家鹏也在积极致力于早日实现建成新兴家鹏战略目标 中方愿同家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互相支持 中方坚定支持家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先后会见了访华的家鹏总统邦哥 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邦哥总统战略引领下 中加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 中国愿同家鹏对接发展战略分享发展经验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双方要深化贸易 投资 基建 农业 旅游 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培育绿色发展动能 中国愿同家鹏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作 相互支持 为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新年近日称 美国企图利用美飞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向下基地干涉台湾问题 不惜牺牲菲律宾和地区的和平发展 他还指出 非方向美方开放 紧邻台海的军事基地只会火上浇油 菲律宾外交部本周则重申 非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立场 中国驻菲大使黄新年近日出席论坛时指出 台海局势面临着新一轮紧张和严峻挑战 美国顽固奉行以台制华战略 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他称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 1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前提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不要阻开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来看 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请登陆iPhone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驾驶全新街的 Highlander红河动力电动车 走到比您想象的更远